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做米饭 然后给大家打下手 瓦哥 你看下这米饭水多吗 这个米不会少了吧 红薯我啥时候放一下 对 把它铺成面的 要不然有些熟有些不熟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 瓦哥可以帮我切一个青椒吗 可以 条状的 哇 瓦哥这刀工啊 哎 瓦哥很在意 瓦哥刀工可以的 真的 这是我最喜欢的环节 这个有点架势哦 有点 炒川菜的感觉 是的 好香啊 我喜欢辣椒的味道 炒好的菜我们统一放在 放在这 好吧 等它炸去金黄 拿筷子去敲一敲 如果是脆的 就已经可以拿出来了 实在不行 我给大家唱个舞吧 我已经没事干了 要不你给我们唱个舞吧 唱个舞吧 我希望你被爱着 我希望你要快乐 我希望我的双手 可以为你当着风 快动循环 有没有 动力满满 真的 再放一点点盐巴看看 帮我搅拌一下 看看会好一点 哦 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米饭啊 从那碗米饭变成了重点的压轴 哎呦 鸡蛋香味出来了 当地的煮鸡蛋 你看就是特别好 很不一般啊 感觉这顿咋 瓦哥的汤如何了 已经好了 OK了 OK了 一个手大概能上桌了 方航上菜 上菜喽 而且那个酸甜辣 几个层次都在 不愧是导演的评价 该是导演的认可 小五经常炒这个菜吗 其实这是第三次 前两次什么样 前两次比这个好吃 因为这是我妈妈最喜欢吃的菜 也是我学的第一道菜 哦 像今天我们一天旅行之后啊 给我的感觉是 这是一片家乡为年轻人 所提供的一个金色的舞台 就是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 就这些年我们也看到 很多吸引这个 年轻人返乡创业的这些政策呀 还有措施是越来越完善的 就像我们就是这台机器嘛 有了它 就可以减轻很多农户的工作量 今天我的感触非常非常深 因为我爸爸说 他最喜欢的就是种地 最大的梦想就是回老家种地 然后我去了一次 我去体验过 我去摘过梨去见过 然后又隔了十几年 我又再一次的去到了农村 又看到了天目良田 吃到了小番茄 吃到了那么好吃的水果 我觉得咱们不只要去歌颂瓜果的香甜 不只要去歌颂千不良田的美好 更重要的是他们 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一句话 就是你出去接受高等教育的终极意义 不是摆脱贫困的家乡 而是带领你的家乡摆脱贫困 好感人的天哪 我真的我非常感慨 因为我之前对于农村的感受 可能是所谓大山里的孩子 走不出去没法接受教育 再往后是没法走回来 很多人都希望你离开这个村子 你就不要回来了 对 你出去发展出去赚钱外出无功 但是现在到了一个 就是我看到大家到了一个 走得出去你也走得回来的一个阶段 起码有很多地方 像咱们今天去的这些地方 已经完成了这一项 就是你既能走出去也能走回来 哇塞 哇塞 猛 我们一路行走 收获了风景 收获了美味 收获了温暖 收获了感动 也收获到了丰收的喜悦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狗日新日日新 幼日新 也就是说一天要比一天好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的家乡 我们的国家也是在一天要比一天更好 这种感觉是值得让我们骄傲的 我们期待 期待 特别好 哎呀 又到了这个时候了 今天特别开心 对吧 有两位新朋友 能够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 这一天 好几年前第一次听说这个城市 但是我今天第一次来 我就发现 哇 这里有这么美好的风景 好美啊 很美很美 这么美好的 这些人们和这些农业的这些文化 我就觉得 特别幸运我们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 库桃小团队 我这一阵子可能 我吃过的最开心的一顿 对 真的很感谢你们 很感谢节目组 这个回忆非常美好 希望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在一起出去旅行 一旦下次再见 他就会来 看一下我们明天的任务吧 日出东方 山海追光 好